鮮黃色的餐椅 紅色和金色的休閒椅 在純白色的設計中 這些鮮艷的傢俬更長眼 雖然設計主題好像是全白 但是由於一般人先入為主的印象 就會覺得白色一定是輔助 白色可能是功能性上的顏色 很少有人會覺得白色是主題 當走入這個白色的空間 其實彩色的傢俬 反而會成為這個空間的設計焦點 單位一千五百多呎 大廳的報告偏向窄長 用上榮不過時的白色 同時有著闊闊空間感 為了淡化這一種很窄的感覺 所以我們在逆向方向做到很多直線條 例如飾物桂都是高身 雖然它有斜角 但是它都是直線的設計 每一格整齊排列 即使是全白色 仍然能夠豐富飯廳位置的視角 客飯廳沒有明顯的分格 黑色金屬餐桌 兩黑兩黃的餐椅 應成強烈對比 天灘沒有任何複雜的燈色 改以兩條黑色的燈槽 由飯廳伸延去到客廳 利落的線條遍佈存屋 機械設計特色也有助平衡空間比例 這裡的燙門有好幾隻 例如書房和露台門的一個屏風 都是用了直的木白葉調子 這些直線條其實都會令到 很窄長的空間比例得以修正 白色木白葉的旁邊 擺放紅色的搖搖椅 大部是螢光橙色 黑色圓形茶肌內有乾坤 玻璃裏面有仿金魚的設計 兩隻配合可以增添生氣 無論餐椅或是梳化都選用布藝的款式 在比較拘謹的設計大色下面提高溫暖度 兩夫妻都差不多已經是退休的年齡 在家裡的時間會比較多一些 他們主要都是兩個人加工人 還有寵物在這個單位居住 他們就會想 其實一般人可能會想到 兩個人住千多呎單位 當然會注重空間感 大的套房 大的客廳 大的廁所等等 但是這次他們其實就很了解到 自己的生活習慣 他們會比較著重私人空間 所以他們兩夫妻分別會有自己個人的工作間 也會有自己的醫務間 而這些區域都是完全獨立開的 梳化背後兩幅白框玻璃的屏風裡面 是男戶主的工作間和醫務間 工作椅同樣選用鮮艷的橙色 旁邊是一列儲物櫃 中間流空的部分 長身加入粗糙的專紋 並且透過滲光帶出柔和氣氛 白色我想最大的問題就是 它將輪廓很模糊化 空間感、線條等等 都會比較淡一點 所以如果要用白色的設計 去做到有焦點 線條形狀、質感等等都很重要 例如今次在這個單位 其實用了很多不同的白色材料 有柔紋比較深的木皮 有淡淡灰色 好像水彩溶液的地板 也有一些純粹是石 光環面的材質等等 主人房和女護主的書房 分佈在全白色光環的走廊裡面 書房兩邊的長身 做滿收納櫃和層架 想要一些私隱 可以拉上木條紙堂門 作為屏風 主人房的床架是淡灰色的布藝 配上膚色窗簾 窗邊的閱讀角落 擺放淡金色的椅子和小茶几 主人房內有女護主獨立的衣帽 沿用簡潔的全白設計 兔瓷設計優雅 洗手盆海面融上雲石 桂門系白色木條 並且以白色長形磚點綴長身